控制意识提升解脱 师父经常给你们说第八意识 实际上第七意识 就是意念当中的意根 按照唯实的原理 就是对唯一的意识这个原理来说的 阿赖耶识就是第八意识 那么第九意识和第十意识 实际上是真知的阿赖耶识 你已经掌握了第八意识 就是你能够在八十田中触摸到佛的理念了 师父劝导你们 如果做了坏事千万不要留着 如果坏事进入了你们的第八意识 这个人的根就开始烂了 第六意识没有关系 所以佛说八十田中只能种好的 不能种烂的 种善的一根还有救 可以把意念赶快转换过来 但是真正到了阿赖耶识的时候 实际上已经见到佛性了 师父今天跟你们讲的就是见证佛性 见证佛性是什么 你发现了佛性 你才能见证佛性 比如你跟这个人谈佛的时候 这个人开始不跟你讲 你慢慢跟他讲到理念 举例 你跟他说 你看见人家汽车压死人 你会是什么感觉啊 他说 我会很心痛 很难过 那么这个人的意识当中 就存在了佛的意识了 就是一根当中 有善良的东西了 明白吗 你就可以度他了 很多心理学家探讨过 人的意识是会转换的 从第六意识转换到第七意识 再转换到第八意识 进入八十田中 如果这个善良意识种得好 你的第九意识 第十意识 实际上就是佛的意识 菩萨的意识 那你这个人的脑子一定很干净 一定不会做错事情 就像我们小时候 老师说的 你要动动脑筋啊 你要往身里去想啊 这个身就是意识 意识田啊 大家听得懂吗 为时就是 要知道自己修行的境界 今天我唯一的意识 我就知道我要修行 我修行要提升 要知道自己修行的境界 修行的阶梯 你必须要知道 自己走在什么阶梯上 你现在在人间 你想一想 如果你现在是在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 你是上等上品 还是上等中品 还是上等下品 还是下等上品 下等中品 下等下品 你要懂得 你现在学佛 到底是在初级阶段 还是中级阶段 还是高级阶段 你必须要明白自己 你现在是个好人 还是个坏人 碰到这些事情 你会怎么处理呢 那就是意识 要改习性 要改掉身口意 不清净的部分 那么你的意识 就会上台阶 否则 还是在六道中轮回 忙了半天 老在六道里转不出来 那你不是白修了吗 开着一辆车 不认识路 绕来绕去 还是在这个地方 明白了吗 必须要知道 自己走到什么路 上到什么台阶 要知道 烦恼要断 生死要了 我们在人间活着 就是要断烦恼 死了 就是要了生死 离开六道 才能修出光明 因为六道里是轮回 所以它苦啊 它不会有光明的 只有修出六道 才能得到光明 有了光明之后 心才会光明 所以叫光明心 发菩提心 就是要去度化一切众生 我们今天发菩提心 就是要去度化一切众生 师父跟你们讲 在学佛中 有三点非常重要 第一 要学习开悟 要学习觉悟 很多人说 觉悟是悟出来的 实际上 学佛真的 能学出悟性来 感觉 能感觉出悟性来 这个悟 是怎么来的 就是你学出来的 就是你悟出来的 开悟 就是去悟 学习觉悟 就是你去学 第二 必须走在正法上 师父已经讲了 无智亦无德 亦无所得故 所有的东西 都是来取空空 都是没有的 想想想看 你还会有什么 这就叫懂得正 无论如何 要消除自己 对人间的迷惑 要消除贪嗔痴 这个人就容易正 比方说 你今天不正了 你今天去度人 你看见这个人 你很喜欢 你去度他 度人 这是一个正法 但是 因为你喜欢他 你看见他年轻 你喜欢他 你去度他了 实际上 你就是不正了 那么正 为什么会评判出 你这个不正呢 首先 你觉得 你是不是贪了 因为你喜欢他 贪了吧 贪嗔痴当中 你总有一点 你今天不想去度这个人 你学佛学偏了 因为你有恨在心里 对不对 今天你们有很多的人 觉得他有点钱 你们就拼命地去度他 最好还弄点生意做作 你们这是绝对偏差 因为你们有贪心在里面 所以贪嗔痴三毒不除 你的心不能正 第三 要清静自己 就是时时刻刻 让自己清静 师父告诉你们 清静心是最难最难的 你们想想看 你们来的人 叫你们坐在这里 很长时间不动 个个都是坐不住的 你们看看人家法师 坐在那里 可以几个小时不动 因为他们的心安静 他们就能够坐着不动 而你们不停地动 你们的心静不下来 所以你们的行 才会动 逃得过人家的眼睛吗 想一想 因为你不能清静心 你就会和邪迷走得太近 师父曾经跟徒弟讲过 第一次去香港的时候 香港有个最有钱人的亲戚 请我们吃饭 师父没有告诉你们 如果告诉你们了 很多人的心就要动起来了 应该怎么样 应该怎么样 心不干净啊 人家有钱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人家的钱是人家的 你的还是你的 你有的 人家没有 人家有的 你没有 那是很正常的 你为什么要邪迷呢 为什么要迷惑颠倒呢 所以要少欲质见 就是说 你的欲望越少 你真正看到的东西 才会多 你才会看到 智慧的东西 其实 学佛 各教 各宗 各派 到最后 是学两条路 今天 因为有很多高僧大德在 师父 就讲得深了 你们要好好学啊 一条就是 解脱之道 一条就是 菩提道 师父分析给你们听 解脱道是什么 就是要离开 六道轮回 下一次 不能再来了 不吃苦了 菩提道是什么 就是不单自己要解脱 还要发菩提心 去教导众生 和自己一样的 去解脱 实际上 讲给你们听 你们就明白了 一个解脱道 是让自己解脱 离开六道 就是进入 阿罗汉 就是身文 原觉道 还有一条 就是菩萨 和佛的道 他们不单要 自己修好 还要去 救度众生 你们听得懂吗 你们修心 修了半天 师父 师父现在讲的 是最关键的 两条道啊 用现代白话佛法 跟你们讲 一条道 是先把自己修好 没有业障 没有灵性 干干净净 能够脱离六道 这是第一条解脱道 第二条道 是你上去了 剥离六道之后 你又下来救人 你又做菩萨了 那就是第二条道 那就是菩提心 我们要懂得 第一条道 实际上 就是原觉和阿罗汉 属于解脱道 它是断烦恼的道 至少在人间 它可以没有烦恼 它才可以求得解脱 因为有烦恼的人 是不能求得解脱的 无所得 实际上 就是断烦恼 师父刚刚 跟你们讲到现在 无所得 就是在这个世界上 什么事情 都没有得到 无所得就是 无所谓 无所得就是 要懂得断烦恼 烦恼是怎么来的 我今天 失去一个东西了 我今天 得到一个东西了 就开始生出烦恼了 为什么会失去啊 为什么会得到啊 烦恼就来了 无所得 没有得到的 就一定没有失去的 没有得到 哪来的失去呢 举个简单例子 你去买六盒彩 你想中奖 结果没有中到 那你就失去了 如果你连买都不买 哪有中奖或不中奖呢 不失去了 不追求 财色明实睡 就是断烦恼 对自己的财 不去追求 色不去追求 明不去追求 对自己吃的东西 不去追求 睡觉也不去追求 很多人拼命地睡觉 也是不好的业障啊 你们知道吗 一个人超过八小时的睡眠之后 人会稀里糊涂的 想想 你们要是睡十几个小时 醒过来后 是不是腿都不会走路了 头是不是晕晕的 所以 菩萨叫我们 睡觉都要节制 多睡觉 都是一种贪啊 要明白 不追求 就是断烦恼 我不追求明利了 我的烦恼就没有了 对不对 看看很多的政治人物 今天在高位 可是一下来 什么都无所得 对不对 想想 台湾地区 那个原来的领导人 他做总统的时候 非常牛 他现在下来了 无所得啊 什么都得不到 还要被关在监狱里 他在做总统的时候 为什么不能多为民众想想 自己少胎一点呢 就是因为 没有智慧啊 监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